截至今天下午三点 超过75万的网民参与了联署 呼吁彻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以便搞清楚新冠病毒的真相 此时此刻 参与签名联署的人数正在快速增长 我还注意到 针对下一阶段病毒溯源 最该去哪里 环球网也发起了网络民调 目前已有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认为 下一步应付美国开展溯源研究 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这些民众媒体自发的行动 实际上是问出了国际社会 长期无法得到的回答的问题 而美方一些人始终讳莫如深 请美方回答几个问题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同电子炎疾病等 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 到底有何关联 美方为何至今还不邀请世卫组织 赴美彻查德宝 在素养问题上 中国去得 美国为什么去不得 美方应展现透明 有问必答 回应外界关切 民意不可违 人心不可欺 美方企图搞政治操弄 向中国甩锅推责 这早已路人皆知 美方应正视 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 国际社会的呼声 对公开信和网络民调内容 做出令人满意的交代 感谢观看